是藍白河的峰回路转到底要转到哪里去了呢 就在这个礼拜五就是总统大选的截止登记 今天侯友宜再一次的喊话 说愿意明天直播重新检验九份民调 只要他输了他是愿意当副手的 不过柯文哲却打算自己先去领表 侯友宜说因为有六成的民众都非常期待能够政党轮替 他愿意等柯文哲等到最后一刻 总统大选登记二十四号截止 蓝白河破局边缘后一再喊话 愿意重新检视九份民调 蓝白各派两位民调专家重回谈判桌 难道上一次统计不行 再一次统计就变得行了 如果你要胜选就应该用最强的组合 柯文哲反复暗示唯有柯侯佩才是最强组合 但竟然是当初九份民调 民众党要求不能裁忌政党支持度 侯友宜退让 三份ET TODAY侯友也大幅领先的民调 民众党说不能算 侯友宜又退让 另外三份对柯文哲有利的民调 民调公司老板不是柯家军 就是柯文哲的国政顾官 过去做台北市长民调和结果误差 百分之十以上 供心率受到执疑 但侯团队最后也能接受 而六份民调侯可佩无比一领先 民众党却不接受 侯仪才喊话这九份民调 全部重新检视 一百只黑字的协议 民调统计误差范围内 有侯可佩得点 但结果出了后 民众党却无中生有说 国民党要求让六趴省之不顾 柯文哲一边谈蓝白和却 连续几天晚上找郭台铭 侯仪开记者会 当下柯文哲还在郭台铭家里 而国民党将周三中场会 延期为蓝白和展现最大诚意 主帅后一开记者会 温情喊话 柯文哲却直派鹰派的黄珊珊 周三在回应侯友宜 对合作蓝白和态度大不同 谁把六成期待政党轮廷民意 放在眼里 百姓心知肚明 记得张任民事故好 SNG小组台北报导